以书法表现内心的沉稳 以绘画表现对事物的细心观察和对生命的体悟 书法家蔡玉云女士 台中清水人 工作之余开始专研画艺 诗从黄金凌老师门下 而加入一德书会 紧紧书道苦恋不醉 卓然有成 其创作自由奔放 却又不失风格 豪气而又不失风雅 这一次展出的作品 包括草 行 立 钻等不同书体 以古铁笔意融入意念 可谓入骨初心 让书法与创意结合 展现出不同以往的全新格局 使人耳目一新 他的水墨画 擅长描绘山水 细腻的画风 描写广阔的景色 并善用留白 展现蓝颖湖光 色彩上习惯运用深沉而稳重的颜色 让整幅图呈现安定淡雅的感觉 展览呈现蔡玉云女士历年所学 及心性上的改变与自身成长 以书法表现内心的沉稳 并将源源不绝的创意 融入生活中 以绘画表现对事物的细心观察 对生命的体悟 展现稳健 清雅 扑着等不同风格 不论是书法或画作 都能从作品中感受满满的生命力 其深深不觉的力量 值得细细品味 一同感受共鸣 期待唤起观众内心深处的原力 时邦新闻记者 来一荣台北采访报道